国民党在整合这一块 是真的是非常的吃力 所以我先请教强哥 因为我想这个波及评论员 他最后再来点评 我先请教国民党这个强哥 对啊 那目前大家都知道难度很高 而且现在气氛不对 但有机会吗 我觉得我好像又要进到 打季红区了 有 我不要害你 你说刚刚志涵说 他讲话很小心对不对 我已经小心一个月了 我小心到有一段时间 干脆就不上节目了 我跟大家讲 我先从一个遥远 不遥远的故事 一个月前的故事 你看今天这个吴子佳讲 11月20号只会有一组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朱一伦主席 某种程度也遥相呼应 他说为了政党轮替 什么都可能 对不对 请问各位 我们现在线上的观众 这不就是我一个多月前讲的 政党轮替大联盟吗 对不对 我讲的当天就被说要开除党籍 隔天要撤销提名 直到我道歉躲起来之后 我还被杀了10天 政党轮替我讲的已经是7年了 我从民进党开始上台 就开始讲政党轮替 我也不过就在那天 加了大联盟三个字 我还原那天 我真的借这个机会要还原 那时候不让我还原 我说讲了什么 我讲说主持人问我 那你是不是等于不是唯一支持侯友宜 我说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支持侯友宜是我的义务啊 对不对 那我也呼吁在野修兵啊 我就觉得说蓝白不要互打啊 对不对 大家就是努力监督民进党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也讲就是说 我当然我抱歉 我的看法我觉得弃保是可能难度很高啦 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会宏观调控嘛 他今天谁强他就压谁 谁弱就扶谁 所以你如果不是从整合的路走 要走弃保这个路径 来实现政党轮替的话 那我当然觉得说弃保路径的风险是非常 他路径是非常崎岖的 可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 这都是要尊重啊 那我就要再拉回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某种程度你也不能否认 国民党光在政党轮替的这个路径上 就变来变去啊 也一直在搜索路径当中 我们现在以前那个 以前我在邦马总统在服务学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影片还蛮红的 对那个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导航 对不对 然后讲那个蔡英文的政策对不对 ECFA糖衣毒药 然后急爪弯 因为这个我们ECFA要该瓜承受 哇就急爪弯了 然后最后就撞车了 那现在当然我必须讲 因为选战还有六个月啦 坦白讲你有一些路线的飘移 我觉得因为六个月时间还久 所以还有路线飘移的所谓容许值 但你也不能不去面对 国民党现在有路线飘移的这个问题 应该正在讲国民党有路径飘移 路线是政策政见国家路线 这一点我倒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飘移 国民党终究还是一个主张 九二共识的政党主张两岸和平的政党 对主张能源政策 我们是认为核能必须要纳入 能源政策选项的政党 所以在国家路线上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路线飘移 但是在怎么样赢得总统大选的 这件事情上 国民党目前是有路径飘移的 你不能否认 他在路径飘移 我觉得路径飘移是目前还在 容许范围内的路径飘移 可是时间是滴答滴答在走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讲到说 我直接讲政党轮替就是 只有两个脚本嘛 三个脚本好了 第一个脚本叫什么 叫整合嘛 第二个脚本叫气宝嘛 第三个脚本叫放弃嘛 直接大家全部躺平 就到民进党执政算了 第三脚本不谈 第一个脚本就是所谓 政党轮替大联盟的概念嘛 它脚本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就坐下来谈啊 用什么样机制决定政府啊 对不对 甚至可以联合政府包裹进来谈啊 行政院长谁啊或谁 都可以谈嘛 反正接下来我们最主要目标 就是让民进党下来好好反省 那他还能够反省他的错误嘛 我直接讲啦 如果吴子佳 我一定要强调是吴子佳讲 不是罗志强讲的 因为吴子佳没有党绩处分的问题 吴子佳讲的那个 11月20号的版本发生 我觉得政党轮替的可能性是90% 直接就民进党几乎就挂啦 因为有六成的人就是支持政党轮替啊 但这个这一个路要走很困难 为什么因为政治人物都有自己 我不要讲说私心 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的包袱 国民党有没有政治包袱 当然有国民党对他支持者交代 要对国民党的百年政党传承交代啊 对不对 国民党怎么可以当老二 不可以的 可是柯文哲民众党难道没有自己政党的立场吗 那么多人支持柯文哲 你今天为凭什么 柯文哲就一定要当老二呢 所以这个是我讲说整合 你也不能够是盲目的天真 我觉得整合那么容易 不然说真的90%就是会赢了 就是一定政党轮替 那理论上应该水到渠成就是整合 可整合为什么那么的难 就是因为每个都有每个的包袱嘛 这个你必须要了解 也必须甚至要 孟臣你要体谅这个状态 可是如果你不能走这个 比较难的路径的整合路径 那你只剩下一个路径症啊 叫做气保 气保这个路径也没什么难易度 大家各搞各的嘛 你各凭本事嘛 但是我直接讲气保的路径 第二路径气保 我认为就直接从90%的政党能力 几率掉到20% 那原因不是在于 我不相信柯文哲 我不相信侯友宜 原因是我在太信任民进党 民进党宏观调控能力 我两次打总统大选 我也跟民进党交手十几二十年 民进党的能力 我最尊敬就是民进党的选举 民进党选举是一把兆 超级厉害 无所不用其极 没有天花板 没有人性的上限 没有道德的框架 对不对 然后现在人家的选举基金多少 粮草充足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真的要走到第二路径 气保的话我就讲嘛 我觉得就20%啦 为什么20%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宏观调控嘛 你到最后他会 民进党一定有本事 让你弄到最后顺利 你到最后投票 进投票所 到底投谁会赢 其实我不知道耶 因为气保的前提是 你确定有一家崩盘 要么侯友宜崩盘 要么柯文哲崩盘 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气谁保的谁 民进党绝对有能力操作一个 一堆烟幕弹弄到你 最后不知道气谁保的谁 那如果这是要撒卡赌啦 就是那个吴子佳讲一组 如果是变两组是这个状况 变三组就最轻松 变三组最轻松 大家就直接回家等开票 对不对 政党轮廉机遇就剩一% 如果说四个人出来选对不对 賴 郭 柯 侯 全部出来选了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賴欣泽直接等着选 宣布当选了 我们大概在这边就是 垃圾时间打六个月结束啦 所以我今天是国民党的一份子 我当然有义务支持侯友谊 但是不等于我不等于 我不可以把这个盘局告诉大家 我是彻底的政党轮替派啊 抱歉 我最信仰的是政党轮替啊 不是对民进党的仇恨 可是今天我看到的情形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啊 那到底信不信 接不接受 也有人说我是先知 对不对 被打了一个多月的先知 那我愿意啊 没关系啊 打我没关系 打死罗志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台湾也没有需要罗志强啦 说真的 少一个罗志强 台湾也不会灭亡啊 可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大家一起绑着灭亡啊